哈喽大家好 好久不见我想死你们了 这两天不能出门 所以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些 关于品牌相关的知识体 先来说说吉利 吉利这个品牌有意思 国厂车一爸爸爸的爸 看谁不胜眼就买他买他买他 哇哇路特斯戴姆勒领克 谁见了都得叫一声爸爸 差点还当了阿斯马甸的爸 韩州出来的就是有钱 14年之前是一个分割县 在那之间偏偏无奇 但是当年博瑞横空出师 成功吸引了一批盐粉 也正是因为那一年的SUV大火 吉利刚好凭借着博瑞的热销 成功占完了脚跟 被碰的最多的就是发动机的技术了 但其实老款的博瑞1.8T 就是当年的国厂10家发动机 很有意思哦 配置高是最早一批用 LLR级别自动驾驶辅助技术的品牌 而且用料做工也比较的实在 所以是很多人家用车的一个首选 旗下的轿车地豪 也就理所应当的成为了 这两年卖的最好的一个国产轿轿车 收购沃尔沃之后 也慢慢的开始用上了 沃尔沃的技术架构 以及它的发动机等等 也尝试过双离合啊 三更街这类的新市场 不过呢 薄饼不一了 目前呢 一年卖出150万辆 去年呢 还和戴姆勒一起投资了 5000万的欧元 给德国的飞行汽车 将会在中国建立 合资公司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买了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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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